年终的浩克的裤子是什么材料吗 为什么永远穿不坏 今天咱们一起 环大 绿军的浩克的短裤 不扯原材料为 80%的棉加20%的锯质纤维 输超高分子量聚以锡纤维 它的强度是钢的15倍 是人类目前能够合成最高强度的物质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强韧的纤维 其多被用于防弹衣 防弹装甲等领域 这个纤维支撑的短XXL的短裤 造价黑 再说说奇异博士斗篷的材料 大家都知道 奇异博士的斗篷拥有飞行能力 并且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 电影里的解释是火法 不过咱们由现代科学来解释 那就有趣多了 首先斗篷可以飞行 速度甚至可以达到超音速 这时有机会的小伴就说了 超安了 一块斗篷居然能满天飞 它的飞行动力能源是什么呢 超安大胆的估计 斗篷的材料或许是纳米材料 拥有类似于钢带侠战役的纳米科技 自我意识已经变形能力 个人感觉相当合理 你有病 所以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魔法 诠释高科技 不过斗篷的材料要十个亿 这么想来炮克力出力相信